新台风来袭 行驶台东到蓝宇和绿岛的客轮 28日傍晚起全部停航 一早船公司就加开船班 书运岛上游客返台 绿岛今天开6班船 来回12班次 预计书运1500人 游客行程都被打乱 提前多久 不止游客急着避台风赶快返航 富岗渔港内 渔民也开始固定揽神机船身 上次台风就有两艘船在港内沉没 所以大家都早早防风 南方奥迪渔港出入口 也被躲避台风的渔船停得满满满 几乎把航道全都堵住了 而花连港28日下午也会开始绑船 陆续做一些防台措施 另外宜兰的葱农也在担心台风 会影响三星葱的收成 海东农民种的大物种世家 现在正式盛产季 农民也紧急采收 台风将近 台湾各地都积极动起来 希望降低台风带来的可能危害 记者综合报道 我是戴立冈 也是气象专家 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 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讯息 当然更重要的天气内容 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 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 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by bwd6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